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在今年9月起 內地人來香港投保前 必須簽署重要資料聲明書 表明保單整個銷售過程 必須在香港境內進行 和指出如果透過通訊及社交程式 保持微信 微博向內地人設保險產品 也可能違反內地發規 有中資保險商經紀透露 本港經紀行的母公司 在內地有保險業務 如果兩者直接轉介客人到香港簽單 即屬為規 但若委託母公司旗下的第三方內地公司 聯絡內地經紀 然後第三方內地公司 再將客人資料轉介給本港經紀 就可以順利繞過法例 另外有業內人士表示 就算出現懷疑網上跨境銷售情況 香港保監署都難以作出調查 內地當局執法亦有難度 唉…這一招效用有多大 真是要拭目以待了 好,第四十三集的自尊寶 剛才大家看到一段短片 其實這單不是新聞 其實是舊文 就是去年第四季的一段網上新聞 就是說大陸政府打擊大陸人士 過來香港買保險單 另外我想同事幫我出一張圖 剛剛前兩天的新聞 就是說保監就關了一些中國大陸裏面的非法網站 可以回來床這邊,謝謝 其實為什麼大陸政府這麼著緊 就是大陸人過來香港買保險 今集我兩節都會說一些 跟香港保險業近年的一些轉變 可以叫做,因為適逢這個星期尾 就是7月1日 香港回歸20周年 當然這個回歸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和演繹 但是無可否認 就是過去這幾年 其實香港的保險業都頗受 中國各類型的措施 以及政府或者是 一些人對香港保險的看法所影響 或者我們可以看一些客觀的數據 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說去年香港的保險代理註冊人數 就是從事保險銷售的登記人 已經超越8萬8千位 這個數字如果我們回歸2013年 大約是6萬8千位 6萬8千多 換句話來說 其實過去這四年 已經多了2萬人去從事這個保險銷售行業 回想起我19年前 即1998年的時候入行的時候 其實當時大約有3萬多 4萬個銷售人員去從事 當然這個數字就不包含在銀行裏面的銷售人員 但是當然那裡也不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 在當年來說 還要不要忘記一件事就是 1998年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年份 因為當時剛剛經歷了97年的金融風暴 其實很多人在經濟環境裏面 有所轉變的 他們可能被人裁員 以前經常口頭閃 就是走投無路的人去做保險 我自己也是經歷一些工作情況的轉變 就進入了這個保險行業 雖然未至於走投無路 但是也是想找出路的情況下 進入了保險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比較有趣 始終入行門檻不算十分高 到今天為止 這個入行門檻跟我當時入職的時候 都沒有一個很嚴重的轉變 只不過是多了一些限制 譬如說我們需要一些持續進修的 每年有十個小時的持續進修的要求 如果不能夠達標的話 就不能續排 就是從事保險業的一個持牌人士 延歸正轉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大陸關閉了三十幾個非法網站 關於一些對香港保險的銷售 其實這些為何為之一個非法網站 大家可能看這個節目的觀眾 未必很熟悉這個行業 根據香港的監管條例 從事我們香港的銷售保險工作的人士 就不能在中國境內推銷一些香港的保險產品 基本上這個行為來說 就算是一個可以叫做一個違法的行為 因為我們的產品只可以在香港境內銷售 以及去跟別人討論我們的產品裡面的內容 細節或者優點缺點 而這個條例也都是已經超過了十年的條例 以前來說當然沒有捉得那麼緊 但是是否不捉呢 也不是 回想起大約十二、三年前 我在那間P字頭 現在很大的保險公司 都是從事一個保險代理的工作的時候 當時那間保險公司 試過給中國內地的中央電視台放射 去拍攝到其中一個銷售人員 在中國大陸裡面去從事一個推銷工作 被人偷拍了放射 當時也挺嚴重的 也令到銷售的同事 我沒有記錯他應該被人釘了牌 甚至乎在公司的層面來說 他那個上層的監管經理 亦都在那個事件裡面來說 受到公司的懲處 所以不要說今時今日 大家以為是否中國大陸 因為那些資金外奴的問題 而導致他們有這麼嚴重的手段 去打擊大陸人過來香港買保險 其實又不是的 至於大家都會想 為何又會打擊這些非法網站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這些所謂的網站 一般來說他們都有一個紡紙 就是他們是一個第三方理財公司 或者是一些理財的諮詢中心 他們就去給別人有些不同的包裝 去面對一些他們的潛在客戶 第一就是可能提供一些 香港的保險理財的資訊給他們 就可能說一說香港保險的優點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優點 第一就是我們的死亡率 在人均的壽命長 導致我們的保險費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比起大陸 第二就是香港保險的監管條例 導致我們沒有受到行政手段去干預 如果客人他們有事的時候 不同中國大陸一個手照 可能明明是想著死了之後 寫一張保險給老婆子女去做遺產的話 可能一個行政命令導致他們的錢 未必送到他們的家人的手裏 另外香港保險有一個好處 就是獨立於個人的財政狀況 就算我們來香港買保險 如果投保人是欠到周身爛債也好 假設如果他死了的話 相關的財務機構 都不能追討這筆保險金 作為他們抵債的一些扣款 所以對於大陸人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另外中國大陸也來實施遺產稅 換句話來說 對於一些高資產人士 他們也確實有一個資金調配 實質需要 因為這些遺產稅 在香港已經取消了超過14至15年 回想起我當日入行的時候 其實當時也還有遺產稅 我想大約是20%左右 換句話來說 高資產人士他們死了之後 真的要扣起大約10至20% 被政府交完遺產稅之後 才可以去到他們的遺屬手裡 比較容易 大家公眾提出的話 譬如說已故的慈善寧王 森馬斯珍 他當時留下的資產 給他的四個子女和長嫂 當時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說遺產稅 都接近兩千萬 需要繳付 而這個遺產稅 如果未繳付的話 他也需要頒到錢 交了政府的稅金之後 他家人才可以處理到 拿回他們的遺產 所以如果一個有錢人 當時我們很記得入行的時候 其中一個賣點 對於高資產的人士 為何他們要買保險 就是他們要買保險單 萬一有事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貨幣 給他們的家人 屬於他的遺產 因為保險單的理賠 是獨立於他個人的資產 不是單純是一筆遺產 其實是屬於法理上 那筆錢是屬於他們受益人的錢 萬一這個人死了 即是投保人死了 那筆錢已經是屬於受益人的錢 所以就獨立於他們需要繳付遺產稅 亦都有一個逃債逃稅的功能 而這樣的功能 亦都是很多時候 所謂諮詢中心 或者一些回大陸從事保險推廣 或者在大陸中國境內內 從事游說別人下來香港買保險的 一個很大很大的賣點 即是他們拿著幾個賣點去賣 就是避稅、避債 這兩件事是中國人最喜歡避 即是有什麼移屋就避債就最好 即是他們大陸人有句說話 即是問銀行借賭就當賺賭 即是拿到就當騙到 他們經常都說 換句話來說 錢進去袋子就當自己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最重要是錢進去袋子 之後有什麼風浪的時候 那筆錢是交得到他老婆、子女、手裡 他就安心去了 真的 變成這個情況下 他們有一個這麼大的期望 在香港的保險產品 某程度來說 都是得益於這個原因 所以來說 他們的數字都挺大的 或者我可以調整一些數字給大家看 就著去年去到第三季的單一個季度 大陸來講人士的投保保費 已經去到188億 在說單一個季度 而這個趨勢也一直在增加 即是以去年2016年來講 可能數字已經超越了600億 正確的數字 我手邊暫時沒有相關的數據 換句話來說 一個這麼大的餅 而中國大陸他們現在最擔心的是 是一個 他們覺得動搖到國家安全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資金的外流 人民幣貶食這些他們都可以控制匯率 但是資金外流的東西 他們是最擔心的 而保險也是一個挺強穩的機器 他們都可以給他們做一個這樣的工具 去裝很大量的錢 因為他們如果想這些錢拿去中國境外的時候 他們都會想那個工具有多安全 即是你這麼大的錢 你隨便去投資一間公司買股票買債券 他們都可能會害怕的 但是相對來說放在保險公司 他們就除了安全性之外 他們也都有剛才所說的那些 不同的特點的功能 而香港的保險公司也都是非常可靠的 他們都不笨 再加上剛才開閘的時候有一個數據 近年新來港人士 如果他們去做一個 短短入行幾年 可以找到上百萬以上年薪的人的工作 保險來說也是一個他們 頗趨之若無的工作 甚至大家都知道 近幾年是香港的新修的碩士學位的學生 或者一些研究生 很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國大陸的學生 他們在讀完詩之後 可能他們的課程是大約一至兩年 他們都會想方法留在香港去打工 然後就可以繼續留 夠七年的話 他們就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證 是一種另類的移民 也有很多保險公司看到這個空檔 然後他們就大力地招聘這些 來港讀書的年輕人 去加入保險行業 在這幾樣條件相負相成底下 導致到其實近幾年 個別保險公司都挺倚重 在大陸離香港投保的人士的生意 我想這一節說到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繼續探討 回歸二十年對保險業的影響問題 回來再見 對保險公司那些報道 提升公司 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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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